6月17日,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 有媒体称,成都多个地区在震前60秒受到预警 地震预警技术是否有突破 在距此次地震14公里处,一年内还发生过两次五级以上地震 这三次地震是否有关联 6月18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接受记者采访回应相关话题 地震预警的基本原理是地震时产生的地震波的横波和纵波传输速度不同 利用两种地震波的时间差,从而预测外围地区地震到达时间 据专家介绍,一个6级地震真正的破坏范围大概在20公里 而所谓超过40秒的地震预警区域,其实已经脱离地震实际灾害区域 这种信息不应当被称为预警,而应该是正感提醒 提前40秒所谓的得到这样的信息 那意味着地震波要跑多远呢,大概要将近200多公里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对一个6级多地震,甚至一个7级地震 那么这些地区呢,已经远远的不是可能形成破坏的区域 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这种40秒以外,60秒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正感信息的预判 可以把它称之为正感提醒 这样似乎会更好一点,而不要轻易地把它说成是预警 据悉,截至6月18日15时,台网中心共记录到2.0级及以上余震77次 其中5.0到5.9级地震两次,4.0到4.9级地震三次 专家表示,本次地震序列为典型的构造地震活动 跟同类相比,余震较为丰富 这可能与镇区附近分布有多条规模不大的次级断层触发活动有关 目前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跟区域内的液延器开采有必然联系 此外,专家表示,此次地震跟一年内附近发生的 两次5级以上地震也没有必然联系 本次地震于2018年12月16日新闻发生的5.7级地震 和今年1月3日拱陷5.3级地震 前面是5.7级地震 这几次地震不属于相同的地质构造区 应该说是相对独立的两组地震活动 专家表示,该地区再次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但不排除发生4级左右有震感地震的可能性 此外,当地现在处在雨季 也不排除有相关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有关部门需要多关注留意